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统计,中国的高血压患者高达2.45亿,脑中风、关心病、心衰等高血压并发症对高血压患者造成了巨大的打击,致死率和致残率极高,而中南山院士堪称高血压患者榜样,度过了不少病发症,如今依然健康。 看到中南山院士,你可能会重新刷新,对高血压患者印象。 1936年出生的中南山院士,因为家族遗传的原因,已经患上高血压长达20年之久,他甚至在2004年的时候,因为新根做过一次支架手术。 但是如今,你很难看到高血压给他带来的影响,依然健步如飞,精神绝朔,比普通的老年人硬朗得多。 那么,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? 1.高血压患者四个祸根要警惕。 中国高血压患者达2.45亿,高血压患者如此之多,以下几个祸根要警惕。 很多人以为和吃盐太多有关,其实并不完全是盐的锅,这些原因很容易被人忽视。 1.咸出来的。 诱发高血压的真凶,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盐,而是盐中的钠离子。 很多人对于盐的摄入量有所控制,但是却忘却了控制一些富含隐形盐的食物。 日常常见的腌制食物,零食,汤料包,沙拉酱,以及熏制食物内所含有的钠成分也非常高。 2.吸出来的。 吸食沉饮性物质除了会导致肺癌发生率增加,还会引起高血压发生。 因为沉饮性物质会导致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加,让心跳速度加快,继而引起收缩压和舒张压升高。 3.熬出来的。 熬夜会导致交感神经无法得到足够的休息,一些人甚至会因为休息不好而引起焦虑。 这些都会导致血压升高,让血压出现不正常的变化规律。 4.压出来的。 长期压力过大,精神紧绷,会让身体分泌而察分安。 这个物质会让血管收缩。 血管收缩后会导致血液流动的阻力增大,诱发血压升高。 2.出现这些症状,说明血压超出标准。 大多数情况下,高血压是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的,以至于很多高血压患者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血压偏高。 不过,虽然症状不明显,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蛛丝马迹中发现血压偏高的信号。 比如,头晕、头痛、耳鸣、心悸、麻木、乏力、失眠、胸闷等。 需要注意的是,当血压升高至一定程度时,会出现明显的头痛、恶心、呕吐、眩晕等症状,甚至会抽搐一时模糊。 以上症状是极进型高血压和高血压微重型的典型表现,需要马上送医,否则会有中风、心梗等风险。 高血压是现代人身上非常常见的富贵病,一旦患上高血压,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出现。 3. 高血压不可怕,并发症才可怕。 一定要防止并发症的发生。 1. 心脏损害。 多数高血压患者都会合并关心病。 血压越高,病成越高的高血压患者,关心病也就越严重。 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,将血压控制在稳定范围内非常重要。 2. 肾脏损害。 长期高血压会导致肾动脉硬化,诱发肾功能损伤,发展到后期甚至会演变成尿毒症。 肾功能损伤会导致血压升高,血压升高会诱发肾功能损伤,会形成恶性循环。 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检查肾功能,发现异常时,要及时做出处理,必要时可服用一些保护肾脏的药物。 3. 脑中风。 血压过高会导致脑内血管发生硬化、梗塞,继而诱发中风出现。 高血压患者在选择药物上,需要选择长效平稳的降压药,避免降压过快,引起脑部血液循环不足,诱发脑梗。 这时候就有一个疑问了,钟南山院士罹患高血压那么多年,也没见他身上出现什么严重并发症啊,这是因为他有秘诀。 4. 钟南山控制血压的秘诀值得学习。 1. 越早干预越好,重视早期管理。 钟南山院士认为,高血压的早期干预非常重要,越早干预,身体所得到的益处也就越大。 和其他疾病一样,高血压也需要做到早发现,早治疗。 除了吃药治疗以外,生活条理也非常重要。 2. 天天吃药,坚持了20多年。 定时定量服药对于控制高血压也非常重要。 钟南山院士确诊的20多年时间里,他坚持每天定时定量服药。 这样做可以将血压控制在稳定范围内,还可以一定程度避免高血压出现并发症。 3. 调整饮食,戒掉了爱吃的红烧肉。 和所有人一样,钟南山院士在年轻的时候也不重视饮食,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。 在发现高血压之后,他开始重视饮食方面的问题,戒掉了自己最爱吃的红烧肉。 日常的饮食不再以自己的喜好为主,而是以身体所需的营养元素为主。 鸡蛋是他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食物,因为鸡蛋内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。 对于神经系统的功能很有益处,可起到不错的戒脑效果。 4. 坚持锻炼。 运动和吃饭一样重要。 钟南山院士在年轻的时候,运动成绩就非常出众,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运动。 他认为运动和吃饭一样重要,即便是在工作繁忙的时候,他也会因地质疑做一些简单的运动。 运动不仅会让他的身体得到锻炼,还可以让整个人感觉到精神舒畅,坚持运动可以给身体带来非常大的益处。 5. 少发脾气,多笑一笑。 钟南山院士有一个名言,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癌症都怕一个字,笑。 情绪对于健康而言非常重要。 发脾气只会让事情往不好的方向发展,如果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脾气,反而可以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去发展,还有助于自己的人际交往。 在生活中,保持良好和善的脾气,多笑一笑,对于健康而言非常重要。 6. 少吃高盐多吃甲,血压稳定不害怕。 中院士建议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改变高盐饮食习惯,每天食盐的总量不要超过6克,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不要放任自己。 饭后多吃一些含钾量比较高的水果,像香蕉、橙子、橘子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如果能长期保持这样,血压会非常稳定。 7. 这些蔬菜要多吃。 中南山院士就比较喜欢吃一些绿色蔬菜,像西兰花、冬瓜、木耳、西红柿、洋葱,这些都是比较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的。 这些蔬菜不仅营养丰富均衡,同时也对心脑血管有一定的帮助。 很多时候患病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患病后依旧放飞自我,我行我素。 这样做不仅会让原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,还会有发一系列并发症出现,威胁生命安全。 最后提醒大家,高血压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。 如今,高血压的发病率不仅越来越高,而且越来越趋于年轻化。 无论年龄大小,都应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,积极预防高血压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。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,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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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